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周杰伦你变了 欢迎你的收听 周杰伦的一举一动都能牵动一场舆论狂欢 最近他代言海澜之家的消息频频登上热搜 杰迷们纷纷感叹道 我的青春又回来了 周杰伦这个不需要加任何前缀的名字 代表着一个时代影响了无数人的年少 曾经他是最酷的叛逆歌手 而如今他活成了所有男孩最想成为的样子 当周杰伦穿着花衬衫 在古巴的街头唱起快乐的Mojito 人们已经快记不得在成为超级偶像之前 他曾经经历着怎样的经济和挑战 如何从普通的邻家少年成为天皇巨星 献哥 如果我今晚拿奖了 你可不可以帮我买一辆摩托车 第十二届台湾金曲奖的颁奖礼上 二十二岁的周杰伦坐在角落里 他时不时地撇向身旁的老板吴宗宪 终于憋不住了 说出了自己的小心愿 吴宗宪手一挥 很讲义气的奖 没问题 然而两个小时过去了 奖项一个个揭晓 却始终听不到周杰伦的名字 典礼接近尾声 两个人越来越灰心失望 这时候 重磅奖项最佳国语专辑奖揭晓了 罗大佑和吴宏同时喊出周杰伦 作为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 J竟然一举击败 包括纳英 王菲等在内的一批老前辈 俨然成了一批黑马 这是周杰伦人生中的第一份荣誉 他激动地蹦上舞台 镜头面前 他兴奋而腼腆 吞吞吐吐地发表着获奖感言 下台时 还被启哄的吴宗宪 一下子推进舞台中间的喷泉 略显仓促狼狈 周杰伦就这样拿着他的第一座奖杯 和一串摩托车钥匙 告别了过去二十年平凡的人生 这一天对周杰伦来说 就像一道分界线 往后 他是十五座金曲奖奖杯的记录保持者 往前 他却是不折不扣的差等生 1979年1月18日 周妈妈叶惠美 在日记上这样写道 感谢上帝 给了我一个宝贝儿子 然而儿子的到来 给家庭带来喜悦的同时 也给叶惠美增添了许多烦恼 尽管父母都是老师 但小杰伦却没有遗传他们的特长 从小就不是读书的料 考试成绩总是不及格 课后作业经常不教 甚至因为成绩太差 几次被老师罚站 读到初中时 杰伦的父母感情破裂离婚了 这让本就性格腼腆的他更加内向 好在音乐是他的避难所 每当失落时 他都把自己深埋进音乐的世界里寻找安慰 叶惠美看到了儿子在音乐上的天赋 尽管经济拮据 他还是花了大笔积蓄 给杰伦买了一架钢琴 每次周杰伦练琴 妈妈就拿着一根棍子 站在后面督促 周杰伦后来笑着说 如果说我的音乐底子打得深厚 还要感谢那根棍子 直到有一次 周杰伦被学妹偷偷报名 参加了吴宗宪主持的选秀节目 超级新人王 尽管没能尽其 但一张遗落的曲谱 却让吴宗宪发现了 这个总喜欢戴着鸭舌帽 不敢直视别人的男孩 这一年周杰伦18岁 经历过人生最大的一次挫折 终于触到了命运抛来的橄榄枝 那是人人都会唱几句 哼哼哈黑的时代 每个学生都希望自己 被分到三年二班 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导弹鬼也知道 美索布达米亚平原上 流过了底格里斯河 肖邦写出了夜曲 不想学画画的小孩们 都开始学会听妈妈的话 从专辑J到范特希 周杰伦缔造了属于自己的时代 但这个过程却并不容易 被吴宗宪带进阿尔法工作室后 周杰伦成了一名音乐助理 最初的两年时间 周杰伦在台北租不起房子住 就住在录音棚里 靠方便面充机 连裤子都得跟好友刘庚红 借着穿 在这一时期 他写了《眼泪之道》 投给刘德华 结果被拒绝了 他又写了《双截棍》 投给时髦前卫的张辉妹 结果又被拒绝了 他的歌太奇怪了 没有人愿意唱 心灰意冷之后 周杰伦决定 没人唱 他就自己写 自己唱 二十年后 当《爱在西元》前 以《富之名》 《威廉古堡》 这些耳熟能详的歌曲 依然霸占着热歌排行榜 人们才发现 周杰伦的歌并不是奇怪 而是太超前 对于自己在音乐上的实力 周杰伦一直充满自信 我大部分的女歌迷 都不会对我说我很帅 他们会告诉我 他们喜欢我的音乐 被我的音乐吸引 2003年 周杰伦登上了 《时代周刊》的封面 成为继张慧妹 宾齐步之后 第三位出现在 该杂志封面的 亚洲艺人 被称为 新一代的 亚洲音乐天王 周杰伦是青春的代名词 他最红的时期 也是我们这代人 亲身经历的 社会高速发展 观念巨大转型的时期 词代里放着东风破 没有一个年轻人 不想靠近周杰伦 靠近最新潮的文化 他的歌被抄在日记本里 播放在校园广播站里 萦绕在校外的礼品店里 似乎青春里的每一个情绪 都能在他的歌里 找到最合适的BGM 恋爱了 听心情 失恋了 听安静 后悔了 听一路向北 时光飞逝 如今陪着我们长大的杰伦 已结婚生子 我们也从少不更事 成长为成熟稳重 岁月改变了许多东西 却没有改变我们对周杰伦的爱 也没有改变他的音乐才华 这让每次周杰伦每年一次的新歌发布之际 都成了一场8090后的回忆狂欢 他知道自己对许多人的意义 也知道自己身上的责任 他说 我对社会有很大的责任 尤其是儿童 这就是为什么我的歌里 最想表达的是爱 从双截棍到Mojito 周杰伦依然是那个 坚持做自己的大男孩 他的歌声也时刻提醒着 我们也曾无所畏惧过 爱过 努力过 也得到过 我希望我不只是你的青春 更是你的一辈子 周杰伦曾这样说到 作为在周杰伦的影响下长大的一代 不止普通人 连许多明星也是周杰伦的谜底 就算是号称九玉少女的梦的林更新 在偶像周杰伦面前 也照样沦为了谜底 而想必作为追星男孩的林更新 绝对想不到 有一天能和偶像成为同事 一起代言海岚之家 作为天皇巨星 周杰伦的一举一动 都能牵动舆论 当国民偶像和国民男装 海岚之家携手合作 更是在热搜上掀起了轩然大步 周杰伦的歌陪伴我们成长 他的代言也陪伴着我们成长 懵懂无知时 女孩们喝着他代言的奶茶 渴望被一个人捧在手心里 长大了一点 三无伙伴骑上他代言的电动车 耳边的风欢呼着青春的美好 如今男孩们终于长成了男人模样 也终于可以走进男人的衣柜 穿上他代言的海岚之家 从内向的林家少年 成长为影响一代人的国民偶像 这其中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 周杰伦凭借的是过硬的实力 就像海岚之家从小小茅房厂 成长为男庄商业帝国 也并非一帆风顺 自1997年成立以来 海岚之家一直深耕男庄领域 在时代的一波波浪潮中 一步步走上了潮头 先进的生产制造水平 是海岚之家的底气 二十多年来 对其以中国男性的深刻洞察 是海岚之家的实力 而促使周杰伦与海岚之家 牵手成功的更大原因 是他们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 坚持自己努力创造不平凡 我坚持风格 我活在我的世界 我要做音乐上的皇帝 在专辑《毅然范特希》里 周杰伦这样唱道 在音乐创作上 周杰伦从不跟风 只做自己认可的音乐 扎实的古典乐基础 和超前的音乐理念 让每一首歌都成为了经典 一直以来 海岚之家也以高品质为原则 一直坚持为中国亿万男性 提供适合他们的服装 不断地提高工艺水平 不断进行升级转变 也不断打破着消费者的刻板印象 作为国民第一男装 海岚之家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她的《中国风》系列 将经典文化精髓和国漫大闹天工 功夫之王李小龙 演绎小说开山之作三国演绎 融入进现代服饰设计 彰显出深刻的文化自信 对中华文化的认可和传承 不仅是海岚之家的追求 更是周杰伦的追求 从《青花词》到《千里之外》 周杰伦一次又一次 突破了人们对中国风的认知 他一直坚信 华语音乐才是最牛的 正是从实力的匹配到理念的契合 海岚之家宣布全新代言人时 周杰伦才能自信地说出 当然是我 代言海报上 周杰伦身穿海岚之家 极光系列羽绒服 看上去时尚有形 作为杰伦的挚爱之选 极光羽绒服不仅有设计感 很强的外观 质量上甄选90%的白鹅绒 蓬松度极高 保暖性也十分优异 超高的性价比 彰显着海岚之家的设计理念 一个是国民偶像 一个是国民男装 他们的合作实至名归 也众望所归 而这次牵手 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我们无比期待